好 我想你先做十九、二十先 做二十給我看 好 講答案可以了 靚 靚,非常好 這些不是不會出的 這一條呢 反過來,也挺喜歡出一下 第二十題 OK 怎麼會錯呢? 其實不是的 很多同學答不到C就會答A 當然A是錯的 好,第十九題 A,B,C,T,B 一個 是 你在計算嗎? 在想 一六三分之一 唉 你有沒有看題目 好 你有沒有看題目 有啊 你有沒有看A,B,C,D 剛剛才看 嗯 你是不是計算完一有三分之一 才看A,B,C,D 是啊 好 喂 你看完題目 要先看A,B,C,D 他不是真的想你去計算 答案是多少 他是想你告訴他 他的算式相等於下面A,B,C,D 哪一條算式 告訴我A,B,C,D 是哪個答案 C 就是 你用不需要計算D 是不是一有三分之一出來 嗯 你用不需要計算D 答案是一有三分之一出來 你才圈到D 當然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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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們 小一就教成數 小二吧 小二數學會教成數 乘二就是什麼 什麼叫乘二 乘二就是兩倍 乘二就是兩個相同的數 加在一起 那你用不著計算 那我答案就是D 明白嗎 你做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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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完題目 你看一下選擇 讓你選擇的選擇option 好嗎 A,B,C,D OK OK 是不是真的很喜歡計算 不是的嗎 你想圈答案 是嗎 好 第21 我想你講一條色點列給我聽 好 對 有 有 有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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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嗎? 讓我想想 還有上課好像有給你功課 是啊 有沒有做? 有啊 之後可能見媽媽幫忙傳給我 有沒有不認識? 有啊 那個代數符號 有一部分 十字架 十字架不記得怎樣做 不要緊,我們稍後可以再說 因為我記得我今天準備了 那裏都有十字架的 好啊 算是 好 久了一點點 弟弟 想到一會兒 行是一百成四分之一 是還是不是? 是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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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成四分之一 你能不能說出一個答案給我聽? 是 是 好 好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上次我們上課的時間 我還未會把題目改了嗎? 是啊 是嗎? 聽一聽 聽清楚了 哦 現在我想改一條題目 好啊 你看著第二項 第二項 原師問 每天早上會駛往康城站的港鐵列車有多少班次 如果我在這裏 加一個 筆字 就變成為 每天早上不會駛往康城站的港鐵列車有多少班次 一百成四分之三 成四分之三 好 這條顏色對不對? 非常好 對 對 好了 剛才呢 原先 本身的題目的答案是25的嗎? 是啊 你知不知道現在紅色筆給我改完之後 題目的答案應該是多少? 讓我算一下 嗯 45 喂 喂 75 75 75 是嗎? 是 你是不是用紅色筆這條顏色計出來的? 不是 你怎麼計出來的? 我是把我四分一成三 對 即是你把 剛才藍色筆這個25乘的三 是啊 就變成為紅色筆的這個答案 是 好 都可以 都可以 不過我再講多一個想法給你聽 好 我再講多一個想法給你聽 好 這個數是多少 這是25 你這個數呢 75 這兩個數加起來是多少? 加起來是100 100 這條數是甚麼來的? 100就是原先總共有多少班車 是嗎? 是啊 所以 不用進康城站的車 其實也可以100-25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OK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 那如果本身這條題目 真是問你 不會洗往康城站的 其實 當然 你這條算式應該是這條 知道嗎? 嗯 好 22 22 停車場有車位360個 其中時租車站部分車位的9分之5 弟弟 停車場 你讀多一次這個 是怎樣的? 是 其中時租車站全部的車位的9分之5 停車場的時租車位有360乘9分之5 好 好 不用你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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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到時 未計的 就變成為 金課功課 好啊 OK 那我會發一些截圖給你 你知道的 是嗎? 是 23 我會用1230元買了一部首提示錄機一年後 他已買入價的3分之2買給朋友 他買給朋友的價錢最多小元 算式 1230乘3分之2 是這樣吧 算式 是 好 好 雅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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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X,1-1份之6,3份好 這麼有趣? 你說是154X,1-1份之6 你答錯了,高於看錯了低於 哎呀,OK,不要緊 你的意思是這個答案 是計算低於80分 是 而你知道自己錯了,是嗎? 不要緊 原先,你答完正確調色之後 我真的想問你低於80分的同學有多少個 你這條色是對的 如果是低於 OK,不要緊 你再講個正確的色 154乘11分之六 對,OK,不要緊 你覺得知道錯就可以了 OK,好 之後25、26我們不做 現在我們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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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你的功課來的 那就是你的功課來的 好,準備定算草子 準備定算草子 6、10 12 我想你做這三題 我可以,我肚子痛 我可以給你洗手 好 好 6、10、1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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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三又十一份之九 三又十一份之九 好了,不要怪我侵氣了 要不要約選 要啊,哎呀,繼續挑選 要不要約選 要啊 有 五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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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哪一題 你講哪一題 第六題 五份之三 三又五份之三 你先講哪一題 是啊 三又五份之三 怎麼會 是 那個是十一還是十五 那個是十一來的 不用約選 三又十一份之九 OK,不用約選 不用約選 啊 真是多口問問你 你真是 我看錯了 其實我們自己每一條都要加一根眼 有沒有可選 要不要約選 好,第十題 二成多四份之九 四份之九 四份之九 四又二份之一 四又二份之一 但是弟弟啊 我聽到你是不是講呢 計算中途是否應該是四份之十八 是啊 我想問呢 學校教 你有 大份數在這裏 要變成為假份數的 是不是 是啊 我想問 為什麼你 為什麼你這個二和這個四 你不會約選 是啊 忘記了 OK,不要緊 如果是約的話 會變成什麼 嗯 二會變成什麼 二變成一 四變成二 就是等於 二份之九 二份之九 四又二份之一 那就即時變成一個 哦 就是約了九 會快一點 對 因為你 你約選先 去由 假份數轉 大份數 起碼你 那些數字 會小 的 嗯 OK 但是我想說一說 我想說一說 其實 很多同學 是不會做 這個化簡 不是 這個乘數 很多同學 不會做這個乘數 就是二乘四變九 好 好 他們要怎麼寫呢 就把這個二寫成為一份二 知道 你是不是都是這樣看的 是啊 不要緊的 沒什麼所謂的 慢慢習慣 你就可以 不用寫做份數 就是把這個二 好 第十二題 好 第十二題 十分之七成的二 一 17又二分之一 17又二分之一 這個沒問題 選了三條給你做 其實這三條就 確括了正常有機會 遇到的問題 好 都是 可能列色為主 可能列色為主 14 沒問題 沒問題 二有四分之一乘四 為何想這麼久 因為剛剛外面很吵 你這樣也可以說 第十五題 七十二乘九分之八 你跟我說是嗎? 嗯 七十二乘九分之八 不要緊 第十五題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你的色感是正確的 所以現在 現在呢 我又想 改一改 我想 改一改的題目 即是 都是數學測驗 劉萍都是七十二分 小君分數是 劉萍的百分九 但這個 我改題目 改完之後 這題目 可能會比較難的 二人的分數 雙差多少分 二人雙差 你明白的意思嗎? 明白 即是 七十二減七十二乘九分之八 好 你就說 嗯 那答案應該是 七十二減七十二乘九分之八 嗯 你 是不是知道 諾萍的分數 其實是 高一點? 是啊 以小君的 是 低一點? 因為 她說 她的什麼 就是說 她的其中 的百分 就是說 九分 九分 就是七十二 九分之八 就是七十二 肯定是比七十二再小 OK 你這個說法 我想問 如果 如果 我 題目再改 不是 九分八 不是九分八 而變成 一又 九分一 我問的是 那諾萍和小君 應該 誰是高分 誰是低分 這樣的話 是小君高分 是 而諾萍是低分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 一是低 七十二 不過 一是九分之一 即大於七分之二 即大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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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是說 我改完 題目之後 即是什麼呢? 都是九分八 就問二人分數 相差 你又給了 現在粉紅色 我highlight了這一條 顏色給我 是 是 好了 我想問有沒有第二條 有沒有第二條顏色 仍然是可以算到 二人分數 相差 當然 你這條顏色是正確的 你這條顏色是正確的 嗯 我是想問 你 有沒有另外一條顏色 都可以算到 妖弟上來了 是嗎? 蛤? 妖弟上來了 是嗎? 一早上來了 OK 所以 她們才在大眼線位去吵 嗯 想想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算式 可以算到 72-64 那你誰知道64 你原先不知64 是嗎?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 好 OK 還有一條顏色 其實可以寫成為 72乘1-9分8 哦 OK 這兩條顏色 意思是一樣的 意思是一樣的 OK 都算到兩人分數相差的 小君分數就很低了 小君分數很低? 不是啊 剛才你說64 不過是 1-9分8 1-9分8 但是 但是 計算出來的 是她們分數相差 哦 分數相差 而不是小君的分數 小君分數是 諾萍的9分8 就是 意思 就是 再深一層的意思 諾萍每拿9分 小君就會拿到 8分的意思 OK 可以 可以 這一題到時候 你 計算給我看 功課 當然 你做功課的時間 就是做原本 練習 印出來的那個 那個 題目 OK 第16和第17 我們都不做 即是功課 現在不做功課 現在不做功課 好 18 買出紅豆沙 有多少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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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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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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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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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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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要學分數除法 那些文字體是更亂的 還有之前媽媽沒說過分數成法 有時候不知什麼時候是成,什麼時候是加的 現在有沒有好一點? 有啊 你記住 單位 講文字體 因為是文字體 如果不是文字體,你就不用列色了 是 單位一樣的,只會是加減 單位不同的 或者沒有單位的 你先用來做成 OK? 你要記住 我們還要看題目的意思 剛才剛才這麼黑 這麼黑?我不知道 可能分享給你 剛剛畫面都黑了 OK 不知道我剛才看不到 好 14、15 你試一下做 試一下做 試做的意思是什麼呢? 試做的意思是說可能比較難一點 好啊 14先 好嗎? 我可以幫我寫5分之6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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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好了 OK 你說空格應該填個5 是不是? 是啊 好 稍後我們先說 對不對 那旁邊呢? 旁邊呢? 你說一說 有沒有什麼想我幫你寫 1有3分之1 幫我寫3分之4 麻煩你 8 8 你說答案應該是 這裡停8 對 不錯啊 兩個都對 非常好 兩個都對 好,我想 我想,等一下 16我們應該不用做 16不用做 做功課 對,當功課做 17 17你先看題目 看完題目停一停 告訴我 看完題目停一停 告訴我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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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4分之1成1有5分之3 你真的 我剛才說什麼 看完題目 就是這樣 我叫你看完題目跟我說 OK 好想做是不是 很喜歡做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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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夠 空出來要做是吧 好,我想問 我想問 題目的意思 題目的意思 紅糙米 和白米 OK 一包 誰輕誰重 什麼 是白米 白米是重的 白米是重一點 紅糙米是輕一點 是 是 原因是因為 這個 倍數也好 分數也好 是 大於一的 是 是 非常好 剛剛那條算式你說 是 1有4分之1 乘1有5分之3 對不對 對 行不行 好 第18題 就這樣看 就這樣看 你也是 麻煩你 看完題目跟我說 不要記住 看完了是不是 是 什麼事 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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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可以 最後 不要記住 弟弟我聽不到 弟弟 好疾 你等一等 好 弟弟 現在你說 你剛剛說什麼 弟弟 可不可以最後5分鐘教我 如何計算朱斌的生日 真的嗎 好好好 不是 我看看 我看看 有沒有什麼 你 但你還未懂計算的 我記得 不要緊 我一會兒看看好嗎 好啊 真的 好 第18題 看完題目了嗎 還 看完了 看完了 你不要算式 好 好了 我只想你回答我 三個裡面 瑩瑩 爸爸和媽媽 三個裡面 哪個體重是最重 是爸爸 爸爸最重 第二 誰最重 最大 什麼 媽媽 第二是媽媽 因為爸爸最重 因為爸爸通常都是最大的 所以 喂喂喂 我叫你看題目 我 我講笑 我真的有看 哈哈 第二最重是誰 瑩瑩 還是媽媽 媽媽 媽媽 第二是媽媽 第三 瑩瑩 瑩 瑩 好了 我想問你怎麼知道媽媽是第二重 因為她說媽媽 體重是爸爸的 十分之九 是沒有 是小過一 但是 OK 但是我們都未必知道 瑩瑩重還是媽媽重 你要算爸爸重 再算媽媽重 就知道 好 我想問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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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喏 你一二三這個排法 未必對的 未必對的 我們一會兒看一看 媽媽 會聽過女兒嗎 好奇嗎 好奇嗎 好 好 我想問 如果 我想計 我想計 我想 媽媽媽 的體重 我不寫那麼多 我寫簡體字 是 人影我都不寫 寫雷雷 如果我想知道是幾份幾 應該怎麼填 應該怎麼計算是幾份幾 題目說了 爸爸的體重是瑩瑩的一有七分五倍 而媽媽的體重是爸爸的十一分之九倍 十一分之九 不要倍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計算到媽媽的體重是女女的幾分之幾 這個難的 難的 嘗試給你試一試 純粹給你試一試 是難的 我想想想 好 我知道怎麼計 說來聽聽 38有二分之一 成媽媽的體重 所以答案應該是一有幾分之幾 以上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似乎 不對 你說一次 你的算式 你覺得是怎樣 38有二分之一 成媽媽的體重 咦?為什麼會動了 不知道 你是不是弄了些東西來 還是可能我可以動了 好 可以了 還有一個想法 我現在沒有其他想法 我真的不知道 好 不要緊 其實這個給你試一下 其實這個真的很難 你都不懂嗎? 哈哈哈哈 我懂 好了 嗯 這裏歪了一些東西 我想我要 清理一下 其實呢 如果 真的要計 究竟 媽媽的體重 是形形有幾分之幾呢? 應該呢 嘗試考慮 一有七分五 成十一分之九 是否有 是否有 你看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你這樣選擇 然後 就知道 就把我弄上去 有可能 有可能 你看看 你試一下 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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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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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就是這樣 你不如現在計算這兩個分數 相成給我看看 你現在試一下計算這兩個分數 相成給我看看 好啊 好啊 我告訴你 答案是很肉酸的 答案是很肉酸的 不能選擇 沒有 完全不能選擇 完全不能選擇 108 嘩 停停停停停 你未必需要把它發成大分數 就算發成大分數 我告訴你 答案是這個 我知道是什麼 已經算了 嗯 好了 這個數 我們說這個數 應該就是 這個數 應該就是 媽媽的體重是 形影的幾分之幾 好了 現在你應該才可以說 媽媽是最重的 媽媽有第二個 而形影呢 就是最輕 因為這個 會有媽媽 會有媽媽比女兒輕輕嗎 當然會 那個女兒太肥 不是 那個女兒太肥 哈哈 那不可以媽媽太輕了嗎 是嗎 是不是 有沒有說 那個女兒是 是小朋友小學生 可能她是 大人 哈哈 如果大人的話 應該是老人家 媽媽 爸爸 那如果 形影是大人 老人家那個 會有媽媽 應該 就算是有老人家的話 好 老人家應該是媽媽 不共 不過老人家不是老人家 好 這裡 這裡 第十九題 你先記住 我去拿一本 珠賓滿書 來看看她的稅數 如何計算 好嗎 好啊 你先記住 弟弟 我在想怎樣計算 我在想怎樣計算 在想怎樣計算 在想怎樣計算 其實珠賓那個 怎麼說呢 她的生日 她的顏色 比較難跟你說是怎樣計算出來 對喔 你們未必會明白 我可以試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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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聽聽的 幾乎比較少 因為是很久才教的 中學還要是分分鐘高中才教 姐姐教了沒有 姐姐教了 姐姐教了 OK 那我可以試一次考她 但是如果 五姐姐罵你 我不關我事 她不會因為這樣罵我 OK 怎樣 想完了嗎 她應該被反罵 之後就不認我 是 怎樣了 想完了嗎 沒有 第十九題 五成四有二分之一 之後再乘五分之三 好了 你說是五成四有二分之一 再乘五分之三 是 好 這個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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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其實我原本想著 你答完這條題目之後 其實我會再問你 我們改一改這條題目 那改完之後 就真的用這條式去計的 但原裝這條題目的計快 就不是這一條 不是這一條 不是這一條 想過 有個問句 好 姐姐包裝禮物 用去撕帶多少米 用去 關錢事嗎 不關 既然不關 我 想過 講過 四有二分之一乘五分之三 四有五分之一乘 二分之一 四有二分之一乘五分之三 OK 好 我想再問你 現在我們不計算答案 那這條式 應該是計什麼的呢 一開始你說這條式 是啊 這條式是計什麼的呢 這條式是計 它錢和幾個米都計不到 沒有的 即是怎樣 即是這條式是沒有意思的 不應該出現的 是啊 是 好 這條式呢 這條式就是計錢的 計什麼錢 計絲帶 要買多少錢 計姐姐買這四有二分之一米的絲帶 用了多少錢 是不是 是啊 好 我再問你一次 那這條式是用來計什麼的 這條式用來是沒有意思的 這條式是有意思的 這條式是說 嗯 姐姐包裝禮物 用去了全部絲帶的五分之三 那你說這兩個數相成 就是 姐姐買絲帶用了多少錢 所以這條式其實就是 姐姐包裝禮物 用了多少錢來買絲帶 又或者 嗯 她用了這麼多絲帶來包裝禮物 究竟姐用了多少錢下去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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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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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那部機響 哪部機響 她們會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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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會餓 她們會餓 哈哈 你又大膽 怎麼會滅那個 她們會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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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我明白 那你有沒有餵她 我餵了她 一塊飯條 但她想和你餵她 又好像不太好 知道了 下次不會 嗯 有很多聲音嗎 嗯 我忘記了怎麼教 忘記了怎麼教 哈哈 上次亂按 之後再按 之後再按 再按 那你餵那隻 是誰 嗯 我用了炭治龍 那個 因為我來鬥志 那個 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有點壞 嗯 我要等 我要等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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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問 給他們收你 好啦 問問你 不用這麼開心 好 第一條 文具店有原子筆 三十六支 售出了十二分之七 而當中有三公支 意思藍色原子筆 文具店售出了藍色原子筆 多少支 兆 售出了十六支 找死 拿來 不想說 那一層 延頂 三十六的十二分之七 中的十四三分之二 三十六乘十二分之七乘三分之二 三十六乘十二分之七乘三分之二 好 我想你答一答我 這兩個數相成是甚麼意思 就是買了多少枝原子筆 這兩個數相成就是售出原子筆的數量 我不管你甚麼顏色 我不管你甚麼顏色 總之這樣計出來就是所有顏色筆 總共買了多少枝出去 售出14枝 所以其中 其中 買了出去的三分之二 就是所謂的 藍筆 藍筆為甚麼會用綠色來highlight的呢 算了 你又真的這樣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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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正確的 但是 甚麼 等到時不用再計算一次 嗯 等我先拆掉它才幫你劇圖 好 但是 甚麼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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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題 我想我們不用做了 第一和第二題很類似 節省時間 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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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第三題 第四題 對 那一定 以rill 事 内 於 每天都要配合 看看今天會比較多一點 我好亂 好亂 一有三分之一,乘六分之一,再乘一有二分之一 即是這樣,是嗎? 是 如果按回剛才上一題 我這樣問你的話 這一個其實是否應該作天溫習時間 是嗎? 所以將作天溫習時間,再乘一有二分之一 應該就是今天溫習的時間 如果這樣問你太悶了,這次我轉一轉 你知不知道這兩個數相成是甚麼意思? 這兩個數相成是甚麼意思 這個數相成是,你說倍數成倍數,那是甚麼意思? 原來是有意思的 原來是有意思的 其實剛才我們在營營,是不是營營? 是呀 營營和爸爸媽媽的重量的關係,都有類似這個情況 是有意思的 是有意思的 營營是多少磅 爸爸是他一又不知道多少倍,然後媽媽是爸爸的,不知道十分九,還是十分九,還是什麼 我們都是把那兩個倍數相成的,媽媽媽 剛才做的那兩個倍數相成,我就說,媽媽的重量是營營的多少分之幾 所以現在這兩個倍數,或者這兩個分數相成,應該就是甚麼呢? 就是今天,溫習的時間是前天,溫習的時間 的幾倍? 是呀 的 問號倍? 大約一倍數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好吵呀 OK 你不關門? 我已經關了 是嗎?很熱鬧是嗎? Hello Hello OK 回來了 回來了 好 這裡 我們剩下一版的分數成法 我看一看 因為我也想和你做一做代數符號 我們剩下十多二十分鐘 我看看這幾題 看不到 你剩下十字架 可以嗎 剩下什麼 十字架 OK 好 即是這裡 你看看 你講這個 是嗎 對 對 好 如果以這四個來講 它就講到明了 和 它就叫橫行 橫行 而且橫行 與 直行 和是相等 就叫你計分每一個代數符號 代表的數值是甚麼 那譬如9A,你說這個意思,A是多少? 本身橫行的和是多少? 橫行的和是橫行 A加5等於... A加5等於... 我知道 13,是嗎? A加8等於A加8等於A加8 類似B呢? B是... A加6等於... A加2等於27 12就比27呢? ?15 好, prototypes 停一停 私童D不做 不過這裡有四個 即是四部分 其實它都是說和 即是中間這個符號都是加 其實是不一定的 它可以是加減成除 不同的運算符號都可以的 譬如我作一條給你看一看 我當是實字 我當中間那個 是減 我當 這裡 這個是15 旁邊這個是7 這個是10 下面這個是什麼 2 因為 打橫這樣減答案是8 所以 可以打動 打動這樣 應該是8 是不是這樣 是 例如它可以中間是成的 可以中間是成的 例如打動 打動 可能是8 如果打橫如果我寫 2 這個位置是多少 10 10 12 12 OK 明白為什麼 可以打動 對 對 那我想除也不用說了吧 不用說 不過我想做一條 好 等一等 你想做一條 對 對 例如這一個是63 而這一個是9 好 OK 但我是7 聽不到 63 全九都是7 OK 那如果這個呢 84 12 那就12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是不懂 你只不過是 未知 意思是什麼 OK 諸斌 是嗎 是啊 是這樣的 是嗎 是啊 即是 諸斌她說 喂我給了兩條方程式 你啊 有X有Y 她出生的日期呢 就是X月Y日 而其中呢 兩倍的月份減三 等於日的日子 而相成就是 二零九的 相成是二零九的 嗯 那其實呢 如果用正宗的計法呢 就真的比較難 就是解釋給你聽 應該怎麼計 嗯 我都在想應該 怎麼跟你說好 但是 薩時之間 如果不是這樣計 如果不是真的計 應該怎麼可以 告訴你呢 你知不知道 二零九有什麼 因素 二零九的因素 有一 嘩 哈哈 那是對的 一 對什麼 二零九 之後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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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其實二三四五六七 都不是的了 再去跳呢 已經跳到十一和十九了 嗯 OK 即是二百零九 二百零九 你想找她的因素嗎 那我中 不是中 小四上學期教過你的嘛 一 就肯定是 對啊 那她 成一對的呢 就是二百零九自己 然後 一邊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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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十一 就配 十九 那所以呢 就化了 因為呢 十一 和十九 都分別是 質素來的 哦 第二次呢 二百零九應該就再沒有其他的因素 那所以只有四個 就是一啦 十九啦 sorry 一啦 十一啦 十九啦 和二百零九 這四個 哦 好 那所以就算完了 為什麼算完了 那所以 喂 你要定 你要定的 究竟 x 是十一 還是 y 是十一 呢 那你覺得 x 會不會是十九 嗯 嗯 我們看前的 2乘 2x-3 等於y 即是說 2乘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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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是十九 就是說 x是十一 y呢 y是十九 那所以 朱斌的生日期 應該是十一月十九日的 OK 我們考慮一下 但是 弟弟嗎 弟弟 什麼 剛剛我問你 x會不會是十九 不會啊 會還是不會啊 不會 NO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如果x是十一的話 只有二十二 那二十二 就選擇三 Y Y 就是十九 如果x是十一 Y一定是十九 弟弟 你知不知我右上角 這裡寫什麼 月份 x是月份 等一下 不會有十九月 今天不會有 就是 就是 我不懂計算 那當然 那當然 你把這個可能性 代回到原先這條色 其實是完全正確的 嗯 知道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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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我想我們還是要說代數符號 今天的功課 有代數符號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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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們來做現在 第三題 第三題 以下那些是代數式 我數字 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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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不是嗎 不是 4 5 不是 是 為甚麼 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 那些叫甚麼 代數 沒有代數符號 沒有代數符號 我常說 不過這個也不是代數式來的 不是不是 42 9 x 等於426 就這樣吧 這個也不是代數式來的 小朋友 非常好 其實我原先 也都是 正正我本身 是想問你 如果這樣寫又怎麽算 你真的 如果剛才你這樣寫又怎麽算 剛才你寫的 你寫的 我加代數符號 又怎麽算 那我想問這個 是否代數 代數式 這個 不是 這個也不是代數式 這個叫做甚麼 這個叫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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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了 反過來 第4個一個 如果我 加代數符號給他 這個就是代數式 好 你要知道分別是甚麼 好了 不過沒問題 答對 答對 答案是1 2 3 方程式 可以這樣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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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4題 下列 到作詞 K除以5 B 講好些 Boy or Dog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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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除以5 你要 小心 有件事叫前子後母 先分子後分母 先分子後分母 OK 可以嗎 前面的是分子後面的是分母 我說我兒子去考試 即是測驗 他有錯這個分子分母 扔轉了 不過就 就不是這一條 是一些文字體來的 到時你也要小心一點 知道嗎 好 等一下 因為我想選給你 我想選給你 你做 好 第12 12 但是WiFi不太好 WiFi不太好 WiFi不太好 未必關你事 可能是我都不定 12 看 現在WiFi好回來了 嗯 是12 10塊 我起碼這顆 平桿又C 看我們的平均分 每人分得多少顆 平均分嗎 C分之2 答案就是2 2分之4 2分之4 WOWOWOW 多 我兒子錯類似這些 其實 我通常都會讀C分 我通常都會讀C分 C除2 我通常都讀C分 我讀C分 只不過寫 又寫了2分之C 其實呢 你們習慣將除數寫成為分數 其實呢 你可以先想 其實不就是C除2 2分之4 2分之4 2分之2 2分之3 是股市數學家 是啊 你看了關於他的書或文章 不是,想起 很害怕,你想起什麼 看回數學想起 看回數學想起早充資 很害怕 怎樣 為什麼害怕 沒什麼,只是開玩笑 好,怎樣 心儀的36元 配情的款項比心儀少 和X元 如果配情有10元 問這個新聞句 台灣的款項多少 對嗎 對嗎 心儀有36元 配情的款項比心儀少 36-X-12 好 好 A A 哎呀 不知道 好 你答不答到我 原先配情有多少錢 配情有36-X 是 還未買文具之前 還未買文具之前 配情原先是否應該有36-X 是 而他用了12元買文具 是否應該在原先有錢 再減12 是啊 好 但是A、B、C、D 有沒有這個答案 A、B、C、D 也 說 嘩 好久不見了,長官 好 聖誕生 完成了嗎? 完成了嗎? 我以為你完成了 86加12-x 但是有這個答案 48-x 48-x 不應該是 不是嗎? 不是 應該是36-12-x 即是等於24-x 24-x 有沒有這個答案? 有 是嗎? 所以應該是C 這裡 如果我不寫括號 你可能會容易 如果這樣寫 你會不會容易知道答案是C 會啊 不會選擇 48-x 不會選擇48-x 對啊 配程的錢少於心儀 因為他越用 越用的錢應該會怎樣 越少 原先 原先 配程未用錢之前 他是有 36-x 這麼多錢 那你不會考慮48-x 那你不會考慮48-x 難道用完之後的錢反而更多了嗎? 不會的嗎? 可以嗎? 好 所以答案應該是C 我們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那 媽媽應該會給你一些 功課 那你到時會 你自己會拿回 哪些是有損失的 或者哪些是不用做的 那真的 你一個有損失的